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换了新桌子的小红啊 开始视频前先费两句话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看动态嘛,先费两句话 就是我把我这屋规制了,然后换了一张桌子 就是本来之前一直说十万粉丝在换桌子,但是真的,东西太乱了家里头 因为做手工嘛,然后又多坑,所以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实在忍不了了,就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大柜子 然后用来做收纳,可能得过两天才能给你们拍那个视频 就是因为这地上啊,好多人都说我这地特脏 其实不是,是我刚做低胶那会儿,就是低上的胶 然后拿脚一踩,它就变成那样了 后来倒是没割过,但是沉年老焦了,它都不下去 所以我从网上买了一些低胶的解胶剂,想看看管不管用 如果管用呢,不就能给弄干净吗 然后所以呢,想给弄干净了,再给你们拍视频 所以大家可以再稍等两天,今天就是在新的环境下给大家拍的视频 哎哟,就是弄好了以后,真的心情特别好,真的超开心 然后呢,我之前在抽盒机里头参加那个活动 得了两个迷你的那个拉布布 然后我想到它小,但我没想到它这么小 你们看,就这么点,然后就是一个塑料袋装的 大家看看什么颜色啊 哇,粉色的耶,真的好小啊,我的妈呀 我本来想的是呢,把它打个眼儿 哦,黄色也还行啊,这两个 它这个,怎么说呀,就感觉很塑料 然后太小了,我本来是想的是打个眼儿 然后给它做成那个,呃,耳准 但是我突然想到它,它做成耳准,它不是同一个颜色呀 是吧 所以呢,今天呢,就想换一种方式 嗯,给大家一点启示吧,算是 不能叫启示,就是一点,哎,怎么说呀 给大家,就是一个小小的 就是在遇到这种情况,就像这种小配件的这种东西 咱们能怎么处理它 这里是后期的小红,我的语言系统突然崩坏了 非常对不起语文教师队伍 然后呢,首先是还是打个眼儿 哎哟 可以看到它这个质量真的是很一般啊 然后呢 它这个长耳朵吧,还有点影响 我放这个 这个羊脚丁 还说呢,我收拾完了桌子和屋子 就东西死活都找不着 我这羊脚丁,我真的,我得找了一个小时 后来发现 是放在了一个 没想到的地方 然后再跟你们说一个特别逗的事啊 你们姐夫昨天睡午觉 然后他梦见他自己被大夫 就像那个不知道你们养宠物的 有没有人给狗洗过牙 就是他要这么扒着这个狗的嘴 然后呢,把那个狗牙给滋出来 然后一点一点摁着他的脑袋给他刷 然后呢,他梦见自己 就像狗一样,被一个中医大夫 强制的摁着脸,摁着脑袋,刺着牙刷牙 然后他就特别难受 你想是一个中医大夫 然后还得摁着他的脸,还刺着他的牙 然后给他刷牙,他特别的难受 然后他就醒了 醒了以后呢,第一时间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他去刷牙去了 我估计很多小伙伴已经猜到了 我估计很多小伙伴已经猜到了 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看看能不能帮到呢 就怎么处理这个小玩意儿 把他们两个都拴上以后呢 我是这么想啊 首先呢,我可以拴上一个链子 然后配成钥匙扣 但是太小了,能感受一下 所以呢,我不准备了 我准备了这个 我不准备使那个了 我准备了这个 比如说啊,我拿一根黄绿黄绿的 就这么一根绳子 啊,这个,这个,这个,他这是银色的 底线应该用银色更好 做了 这个,成一个小的手机链了 是不是还可以 或者呢 不要手机链了 你看我准备的这些东西 对他而言简直上庞然大悟 就完全不合适 或者呢,我给他弄成耳准 就我最开始的想法 其实就是做耳准 然后但是呢 他不是同一个颜色 我就不想做耳准了 然后等到我拿到食物以后 发现他真的太小了 做这些钥匙扣什么的 这实在是 哎呀,太难看了 所以就又给他做成耳准了 哈哈 我感觉真的挺简单的 就是一个打捧的机器 我这个是垫的 然后你们要是不嫌费事 可以使那个手动的 手动的几块钱就能买着 然后呢,搁一个羊脚丁 搁一个这个圈 拿镊子这么一夹 然后再买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耳钩 就完事了 看 这个耳钩呢 我用的是就是镀银的 然后你们要是 就是钱比较富裕 可以买纯银的 纯银的也没多贵 就自己DIY一下 还挺可爱的 是不是 我给你们摆上看一眼 可是我竟然没戏头 妈呀 我的耳朵眼呢 这里又是后期的小红 耳朵眼又一边长上了 凑合看吧 为了为了更好的展示效果呢 我拿小布给你们看一眼 前方孔娃渗入 孔娃渗入 同志们 就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还可以 是不是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话 记得长两张四十三连 关注一波不迷路 拜拜 爱你们哟